大家好,我是大盛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 豆豉蒸排骨 这是一道港式餐厅 非常出名的一道菜肴 也是做做必点的一道菜肴 在家里面做起来 制作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排骨啊,我们先 过来给它洗一下 老拜,加点 淀粉 给它抓一抓 以前 好多次啊,我都讲过 这个,淀粉啊,或有面粉 这种吸附力会比较强 做一做啊,可以 把肉上面的一些杂质啊, 洗帽都被吸附走掉 做洗好了,待会我们用清水啊 多清洗两遍 清洗完了排骨啊 我们用那个厨房司机啊 把它水分给吸干 待会便宜入味 对 差不多了 跟它换完里面的备用 那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 我们做豆豉酱的一个 糊料 蒜 拍一下 剁碎 剁蒜了 剁好了 哎 这样啊,我们也跟它切成末 用刀拍一下 哎呦 同样跟它放在碗中来 豆豉啊 稍微跟它处理一下 用刀背啊 给它 连开 稍微跟它剁一剁 咦 大概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一起跟它放在碗里面来 之后啊,我们跟它淋上热油 把它味道给激发出来 接下来啊,我们来调个味啊 来一些生抽 一点老抽,调个色 来一勺的白糖提鲜 来一勺的白糖提鲜 鸡菌 那盐就不要放了 那刚才那个豆豉 它本身它就有咸味 然后我们也就加了生抽 所以加的太多了 那个会太咸 那最后加一瓶盖的一个 胡椒老酒 全部跟它拌盈 然后那个 这个,我们把这个 我们刚才调好的那个 豆豉酱汁啊 可以倒进来 拌匀了 所以我们放一些 生粉 或者地瓜粉 用手 啄啊 演织成这样子,有点上香 上香的一种感觉 那我们再 让它腌这个 二十分钟 然后这个盘子啊 我们是里面 是垫了一个蓝锅 胶里面有芋头的 也可以垫芋头 或者土豆 都可以 然后我们把 腌制好的 这个 排骨啊 给放下来 水开啊 我们上去 跟它蒸个 二十分钟 哇 我们可以 撒上一点 辣椒粒跟 葱花 颜色更 亮一点 这样我们的 那个 池汁蒸排骨啊 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啊 再也不用去 外面 放店里面去吃了 在家里面也可以做起来 就好 一会儿 我们知道 我们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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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好